故事围绕在男主角杰克·鲍尔在反恐惧和恐怖分子周旋的对抗上 不同于一般动作影集,杰克·鲍尔可以说是悲剧英雄 为了达成任务甚至让自己失去越来越多,却也越挫越勇 影集的制作也不亚于高成本的电影 不论在音效、武器比拼等好大场面也控制得宜 故事节奏也紧破明快 本剧特别的是采用少见的实时手法 也就是故事中流动的时间和现实相同 一集是一小时,一季,则是一天24小时 不仅能让观众对时间的感受更强烈外 随着倒数的24小时,跃渐流逝 故事的紧张感也会发酵扩大 本剧集的每季皆精彩,无冷场,相当适合想追长剧 却又担心后续故事品质下降的读者 热爱动作影集的话,更是不容错过 类似于复仇者联盟的组成 类似于复仇者联盟的组成 本剧紧抓着前几部影集《夜魔侠》 杰西卡琼斯等独有的黑暗基调 将各个分支的故事汇集成一点 为Netflix和漫威合作的系列影集带来最高潮 虽然剧中的英雄们没有浮夸逆天的超能力 但透过精彩的武打场面及卓越的分镜 剧本及演员表现 呈现出令诸多漫威粉丝夸赞不绝的作品 如果没有太多时间复习 建议至少观赏《夜魔侠》前两季 杰西卡琼斯第一季后再观赏本剧 了解四位角色的过往和连接性后 将会更加融入作品 身为漫威的粉丝 可千万别放过如此精彩绝伦的作品 迷惘追凶为迪斯尼独占的原创影集 剧情从2005年地球遭遇太阳风袭击开始说起 因为神秘女子幽灵架设出网格行星防护照 地球方的平安无事 却也因此衍生出杀人事件 死者的儿子经适合长大后为了调查 父亲死去的真相而进入管理局追查 惊人真相也呼之欲出 故事结合悬疑推理 科幻 时空穿梭等元素 为上架便获得不少期待 推出后也确实屡获好评 本剧主轴明确 角色魅力也紧抓着收视者的情绪 不单单是透过费解的谜团吸引观众 独特的科幻世界观也属新颖 动作戏更是不遑多让 由惊讶中饰演的政府小展现出俐落的追捕行动 让故事张力更升阶层 无论是韩剧爱好者 还是热衷于动作 悬疑剧都是必看之作 失明的梅夺夜魔侠白天市民律师 在法庭上对部公堂 晚上则是打击犯罪的英雄 运用天生极佳的听力和纽约的凶恶敌人搏斗 纵使没有亮眼的超能力 依旧透过真实的英雄气质掳获不少粉丝 本剧除了较为灰暗的故事调性为特色外 夜魔侠毫不讲述的动作桥段更是一大亮点 尤其剧中一镜到底的武打戏精彩绝伦 更展现出演员查理考克斯的精湛演技 本剧在角色刻画上十分迷人 不论是主角甚至是绿叶 反派都获得足够的戏份描写 也因为不同于漫威作品普遍的合家风格 夜魔侠呈现出的写实 黑暗风格反而深得不少观众心 不妨一脚踏入这拳拳到肉的舒畅剧集吧 观众熟悉的初代复仇者鹰眼终于推出自己的作品 从她对于自己犯下的错误感到内疚以及发现后续效应开始 到遇见新一代女英颜凯特 节奏一气呵成 两人间的观念截然不同 时而碰撞出火花 时而一拍即合 既像妇女也像师徒 不时流泻而出的温馨感令人会心一笑 传承 也是本剧的一个主轴 透过细腻的描写 粉丝们也能更加清楚体会角色心境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的客串 不仅有过往电影的角色 甚至连Netflix影集宇宙夜魔侠的纽约之王金霸王也插一脚 不仅是预告着这些迷人角色的回归 更是使观众无比期待后续宇宙的发展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 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 以了解最新评论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频道